搭車搭到一半來上一乘客和司機爆發骨絞 不滿司機要他別站在後門 但這名男子認為自己沒有阻礙其他人 和司機越吵越激烈 原來司機不是擔心他擋住上下車的動線 是因為他被其他乘客說身上有異味 公車司機和他告知有人反應他身上味道比較重 要他別站在門口 否則其他人要上下車會受到影響 但他認為自己沒錯 不是站在禁止站立區 沒違規更沒違法 雙方吵得不可開交 事發在22號玩間 從捷運石牌站開往士林科教館的紅十二線路線公車 最後這名乘客到站之後自行下車 根據汽車運輸管理規則 身患重病二級或傳染病或是酗酒姿勢 謾罵喧鬧 業者可以退票拒載 身上有異味可能要視情況而定 不過遇到類似的情況該怎麼辦 當然 這就是我們可能就是自己主動離開一點啦 對啊 因為每個人身上的味道不一定 對我們只能尊重 我們自己去運動的時候 或流汗的時候就是會邊擦拭 不會讓他一直存留在身上 那衣服就盡量穿一些稀絲排汗的衣服 比較好的方法應該是拿 就帶一些滾珠香油什麼的 就是可能氣味會比較好 或是體香劑之類的 民眾說如果出門運動 擔心自己身上有異味都會特別注意 但這起因為身上捍衛重引起的糾紛 業者暫時沒有回應 只是搭車大到一半 男子和司機大聲咆哮 其他乘客恐怕最傻眼 TVP市區黃建國 各位特別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